109页 昨天说了嘛 今天要从这里开始 课本先翻起来 先盖起来 偷看的是小猪 今天讲的这一块很重要 所以很重要 我们存货也会碰到 报表分析也会碰到 很多都会碰到 综合损益表的几个主要概念 我们讲过 什么叫综合损益表 看这家公司这个年度 或这个半年 这一季有没有赚钱 很单纯的把全部的收入扣掉 全部的费损 就是我的什么 损益 但是如果你去看 我们的那个上市上会公司 你去看鸿海 去看大力光 你去看台积电 没有一家综合损益表 把全部的收入扣掉 全部的费损 他把它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们上里 昨天讲过 如果是学买卖业 我是买卖水果的 所以这个卖出去这叫什么价 售价 买进来这叫什么价 成本价 我现在可以先看出它是什么 毛利 可以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单阶段的综合损益表 但是我们 编报表的时候 我们不编单阶段 我们编的是什么 多战式的综合损益表 可以吗 昨天我们讲的就是多战式 那我们今天好好的从这里开始 假设我是先学买卖业 买卖业就是说我批发韩货 那我卖衣服 所以我只是买卖赚中间的什么 差价 这样可以吗 OK 所以主要营业活动赚钱 这个我们就称为这叫营业 好话你说话了 营业收入 昨天我们讲过营业收入就配什么价 售价扣掉营业 成本 来同学我问你 你就回答 因为当做复习吧 那我也当过学生 我们有时候都想回去再寄 没有这么多回去了 可以 你可以的话就是课堂上 那我会一旦也重要的 我会一讲二讲三讲 就马上把它寄起来 可以 售价减到成本价 我们就成本营业 毛利 我把这一件商品来批货 我路边摊也好 要打个光吧 对不对 那我要 如果我请一个妹妹帮我轮班 我要给她薪水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些卖商品产生的费用 我们就称之为营业 营业费用 所以营业费用 当然是我收入什么价 减项 这是我主要营业活动 我买卖水果 买卖水果叫主要营业活动 如果买卖衣服 买卖衣服叫主要营业活动 主要营业活动让我赚钱 这叫营业利益 可是我赚很多钱啊 我开始做投资 投资就不是本业收入哦 所以我要加减 营业外收支 可能收入 可能支出 收入就加 减利就 损失就减 我们赚钱要缴税给政府 所以这叫税 钱净利 再减掉什么 所得税 等于我所得 税 等于我缴税后的净利 我们就称之为 税后净利 那这个税后净利只是我们的营业部门 我们后面阶段有个衍生的 我们今天先从这里搞定就好了 税后净利 到目前为止 OK吗 可以 所以 营业收入是我的售价 营业成本是我的成本价 售价成本价差异 我们就称之为 毛利 就我们买卖业 常碰到的名词 我们昨天讲过 卖东西到最后收到多少钱 这个营业收入我们就称之为 销货 销货收入 那销货收入 更涵盖 比较讲的完整一个应该是销货 进额 但是我们昨天也介绍过了 没有一个会计科目叫销货进额来自几个会计项目 三个 销货 收入减 责让减 销货退回 目前OK吗 可以 这个我的营业成本 就是我们的销货 成本 好 昨天讲过销货成本来自几家几减 三加三减 拜托 你迟早要进 你现在就要几 开始 销货成本来自 起初 存货加 进货加 进货费用减 退出也可以了 再减进货 责让 这个有这么多的苹果可以卖 这是我起初的 不够卖我买进来 这一起或这一个年或这个月我总共买进来那么多 可以卖的商品这么多一样扣掉什么 期末存货 这么多商品扣掉没有卖掉的那就是我们卖出去的吗 可以吗 那我现在都是买进来买进来所以进货这一些一定配什么价 成本价 这样目前为止OK吗 昨天我们讲了这个进货加费用减退出减则让我们就成为这叫什么 进货 进额所以昨天讲过进货进额来自几家几减 两家量减再减其末存货一样等于消货成本OK吗 那昨天我们又衍生说那其初存货加上进货进额等于什么 可受商品种额 这么多的苹果可以卖掉所以我们在存货的时候讲毛利率法的时候我就问你说可受商品种额你要告诉我他在来自几家几件 三家量减那时候我就不再倒了我就不慢慢讲了你就要把它记起来了可以吗OK 进货进额是来自 两家 两减 可受商品种额加上其出这么多 扣掉没有卖掉就是我的消货成本来自三家 三减到目前为止OK吗 可以 不好意思我们课本也有但是我要先讲一下我们的补充讲义来第几页 我们有补充讲义有1号没2号 1号是 就是你 考试总复习的时候 通常你要考银行一年可以考几家可以要考几次 你要考10几次对不对 所以你当你考第1次的时候你就拿这个来K 考题考出来你不会你就开始补充可以吗 考第2家再补充第3家再补充你总会考上的可以吗OK 但是有一个不好的事就是上课说要翻来翻去 可以好来开始 请你帮我翻开我们补充讲义的第3页 财务报表我们昨天讲过总共几张 4张来自几境几栋 所谓的境是一个时间点所以你帮我写个一境三栋 唯一的境态报表只有我们资产负债表 所谓的境态报表是12月31号那一天我要看我有多少钱 这些有钱多少是欠人来的有多少是股东权益可以吗 所谓的动态报表是一段期间 昨天我们讲说历年制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1月1号到12月3号 所以现金流量表是一段期间 权益变动表是一段期间 综合损益表是一段期间的金额累积 可以好所以主要报表一境三栋 来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一张我们的综合损益表 只有看R1OK吧 那下面有比例我们先跳好来开始主架构就黑板上的一模一样 可以吗 可以好来看一下右手边 讲义的公式打给你消货金额来自收入减退回减责让 对吧 那昨天不是有写了吗 所以消货成本旁边写上几加几减 3加3减金或金额 2加2减 可受商品总额 3加2减好再减掉 期末存货 昨天是不是写到这里 对好 下面有一个可受商品总额帮我画荧光笔集的重点 可受商品总额来自几加几减 3加2减对不对 可是我要再请你告诉我 等于 可受商品总额等于期术存货加净货净额 所以这叫等于 所以我已经打了可受商品总额对不对 等于期术存货加上净货净额我打给你了对不对 请你旁边刮活这叫来源 这些苹果可以卖的苹果从哪里来 上年度剩下是我本年度的期术再加上我买进来所以叫可受商品总额对不对 那也等于什么这个就要你填 这来源 我年底就叫什么 去处 这么多的可受商品总额年底不是卖掉就是没有卖掉所以他等于谁加谁 这就数学公式 期术存货将近活减到期末总额等于消货成本 这个可受商品总额 等于消货成本 所以可受商品总额又等于什么 再讲一次 你有这么多苹果期出存货加上进货这么多年底不是 卖掉就是怎样 剩下跟你的零用钱一样跟你的月出的你的资产 你这个月 赚钱赚了那么多 所以总资产那么多你不是花掉就是把这样 存起来 所以帮我补充 所以可受商品总额等于什么 期末存货加 要思考一下我已经讲得很明显了 你是还没睡饱 还是今天下午太嗨了 还是早上玩太多了 期术存货将近活进而减期末存货等于消货成本 所以可受商品总额也等于 消货成本加 期末存货 可以 同学到最后这一段比较熟 但是考试的时候会反考 告诉你期末存货你就加消货成本 就是可受商品总额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吗 我的期术存货我简称叫1月1号 期末存货简称叫12月30号 所以也等于期末存货加上消货 成本 这么多的商品你到了月底的时候 到了年底的时候 不是卖掉 就是没有卖掉 所以这叫来源 这叫什么 去处 有听懂吗 所以可受商品总额同学这个三加 通常我们讲的三加两减是指这个公式 但是也等于期末存货加消货成本 这个同学比较容易不小心忽略 目前为止可以吗 可以 今天我们就会动到比例 所以 进货进额消货成本跟 可受商品总额几家几减你要hold住 再来看一下这边 高一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学买卖业如果这个是售价 我差了可以了 如果我的售价是100块 我的成本价是70块 所以我毛利多少 30 这个综合损益表 目前唯有只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比例 那第3个比例是个陷阱 但是也常常考109年的银行招考也考出来了 他问你说成本率多少 售价里面我成本半占70块 所以我的成本率是几per 70块 那毛利占售价的比例我们就称之为毛利率所以几per 30per 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就等于多少 100就等于百分之百就等于1 OK 所以会计会怎么考他告诉我成本率80那就要知道毛利率 20 他说毛利率35per 那成本率就多少 65per 两个加起来等于1 OK吗 你希望毛利率高还是成本率高 毛利高越高越好对不对 毛利可能大于1吗 毛利是什么 毛利1就怎样 别人送你的东西拿去卖 所以你没有成本 所以毛利率最好最高是1 不可能大于1目前为止OK吗 可以好 来开始亲爱同学一样我们这个我们把它看完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课本 所以第2个 综合损益表上面有一个 毛利率包括毛利率化荧光比结重点 成本率荧光比结重这两个比例你一定要会 随便告诉你毛利率就等于告诉我成本率两个加起来就等于多少 1 好亲爱同学请你在我们的补充讲义上面写上P113 就代表你要看的话看课本P113页 然后我们看一下存益率 所以存益率可能是税前存益率或税后存益率就是 这个占这个的比例 所以我们在讲成本率毛利率税前存益率跟税后存益率 请问同学 我们的分母都是谁 我讲话很太快 我问我问题的时候各位同学习至如今 因为这个陷阱在这里再讲一次我刚问的问题是什么 不管人家是成本率还是毛利率还是税前存益率还是税后存益率 分母都是谁 分母就是这个100 那个100就是销或净额 这样可以吗 那等一下有个陷阱我会补充你要看好 所以刚刚我们目前为止我们讲的比例分母都是谁 销或净额 这样可以吗 来继续往下看 所以众益率表看公司 经营绩效 有没有赚钱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把它分为三段 第一段 售价成本价的差异让我赚钱了钱 这叫毛利 如果你这一块就毛损那你就不用玩了 可以 第二段是主要营业活动让我赚钱了钱 最后一段是我们公司最后是赚钱了钱 所以我们把它综合损益表分为几段 123 三段这个我们就称为多战事 可以吗 可以 继续往下看 看好了下面我们补充一下 来所得税法规定有一个区间 你希望当老板 但是 如果你一年只赚12万政府说很可能 你比当资源还要赚的少 所以不用缴税 这个帮我写上 那所得税法现在开始单一税率 只要50万以上 都是单一税率 可以 所以50万以上都是单一税率 把税前经历乘上17per 以前 对不起 以前是20per 现在把它改成调高了 对不起我记错 调高了把它变成20per 那中间这些阶段有一个过渡期 因为以前是17 调成一口气调20 然后那些大老板会 因为你赚100块里面要多拿3块出去给政府 所以他有一个阶段性 阶段性我打给你 你稍微看一下 从109年开始我们就 都是20per的 所得税 懂意思吗 你赚多少成20% 缴税给政府 可以吗 可以 不好意思 有一个地方不能盖 因为等一下你又翻来翻去 我实在觉得很抱歉 但是打字给你还是 比较方便 讲义 那你就翻这页好了 我等一下告诉你讲义第几页 不然我只是跟你讲说你不要操 但这一块也很重要 常常考 一样是他第7 所以我要跟他一起讲 那讲完补充之后 我再带你看课本 昨天有一个地方被我跳过了 什么起运点交货 目的地交货 存货也很重要 看得出来我在画什么吗 谢谢 猜得出来台湾 大陆在对 左边 右边 20号1月20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对 川普要下来 要卸任 不是要下来 这是台湾 那我们出口到 美国 所以假装我是卖方 他是什么方 买方 亲爱的同学中间经过什么 太平洋 运费谁付 所以这里有没有国贸系的 我们商科里面学习运费 谁付要谈条件 就像我们去跟momo买东西 然后就像我们跟虾皮买东西 我们跟伯克莱买东西 伯克莱现在多少以下免运费 不知道 虾皮 骗人你不知道 你们不会网购吗 现在网购虾皮不是说几块钱以下不用免 就是免运费吗 99 99 可是我就要骗人 我每次都99然后按下去然后选7的时候要加30 选全加的时候加60 还是我有问题 虾皮是这样子 很奇怪 我每次选 所以我没有在虾皮买过 但是不管是怎样 他是说你在499我假设499 他希望你多买一点吗 他说你买到499 他帮你付运费 所以卖方付运费 对不对 或是你没有499你只要299 我就不想 我就没有其他要买的 那我现在是买方 就要谁付运费 买方付运费 所以这个我们有分为两种 一种叫 起运点交货 一个叫什么 目的地交货 就中间的运费谁付 你想好 想好以后你把它记起来 因为后端常常碰到 所以超级重要 起运点交货是我卖方的责任 直到台北港 没事了 交货了 我可以承认 我就卖出去了 运费谁付 我在引导 说同学我如果不引导 我慢慢讲 同学并且起运点交货给买方 目的地交货给买方 你就背吧 我慢慢引导给你听 你要思考 然后你把他想通 你就不用背他了 可以吗 起运点交货是说 我卖方责任只到这里 OK 我就承认我销货了 所以中间后面的运费 都不跟我 跟我没关系 所以谁负担 买方付运费 可以 所以你以后来怎么记 你当然要想清楚 你再记 我叫同学记 起运点三升对买方三升 这样可以接受吗 起运点交货运费就归买方 可以 如果买方付运费就是你刚碰到的那个会计科目叫做进货 费用 不好意思 请问同学进货费用是不是三加三减里面的 是喔 所以他归什么 营业成本 看到营业成本就是销货成本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 另外一个是说 我是目的地交货 目的地交货什么意思 就是喔 我从台北港起运 太平洋这一段归我的 卖方付运费 就像虾皮付 博客台付 某某付 卖方付运费 所以送到LA的时候才归买方所有 所以中间的运费谁付 卖方 所以目的地交货就归 卖方 可以吗 那卖方付运费会计项目不一样喔 这叫进货费用 这是个会计项目 他用什么 卖方付运费叫销货 运费 不好意思我们会计修法了 销货这两次被省略 我们简称就叫运费 所以你看考题的时候看到销货运费就是运费 看到运费就是销货运费OK吗 但销货运费是不是三加三减 不是喔 是这里喔 就像我的租金支出像我的薪水 像我的水电网私费 他归营业费用 所以他类别归属不一样 到目前为止有听懂吗 所以考题考什么 他问你销货成本 某一个会计项目叫销货运费 销货运费跟销货成本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他就来乱的 目前为止OK吗 OK喔 所以 请你在我们这个笔记 因为这个是我针对这一张就是我要让你进考场之前有30分钟 10分钟你就把这个K好 可以喔 帮我补充一下 请你在营业成本旁边用红笔告诉自己 这个是属于我的进货 这个你不用操因为课本有 等一下我们也会再填一次我们的讲义也有进货费用 请你在营业费用 旁边告诉自己 这里是我的销货 销货什么 运费 所以你看到运费是指卖方复运费看到进货费用 才是指买方复运费 这样有听懂吗 OK喔 所以这两个会计常常拿出来混淆喔 他问你卖方复运费这个是 目的地交货归卖方 但问你销货成本所以他就是来乱的 还有一个我想请同学补充一下 跟银行借钱要不要给利息 要利息费用算不算营业费用 利息费用比较特别 你常碰到的费用租金支出水电瓦斯费交际费职工福利 几乎都是营业费用 但是有一个常常碰到他是营业外 所以在营业外支出帮我补一个利息费用 三升起运点叫货归 买方买方复运费会计项目叫进货 费用 目的地交货归 卖方 卖方复运费会计项目就叫 销货运费简称就叫运费 这样可以吗 OK 好那我要请你先翻回来填好之后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课本 请你帮我看一下我们补充讲义的第七页 昨天被我跳掉 补充讲义的第七页的 费损类的会计科目前面两个 我请你画荧光笔籍 开始 进货费用是谁付运费 进货费用会出现进货费用是指你是买方是卖方 买方 买方归营业成本 卖方付运费是 这里要写买方 买方是营业成本 如果卖方付运费会计科目才叫运费 可以 那你可以在营业成本旁边写买方付运费是起运点还是目的地 起运点有听懂吗你可以这样写 进货费用是买方是属于营业费用他你可以继续补充是起运点交货 如果会计项目是运费是卖方付运费他是营业 费用 可以吗 是什么交货 目的地交货 这样懂意思吗 懂意思吗 之后在存货是我们还会再讲 然后那边还有另外一个更延伸的 那我们还是会再补充 所以今天先给你两个 向同学请帮帮帮我们课本 开始来 复习一下 然后开始课本 然后开始做计算题 今天有没有带计算机 没带 下礼拜请你准备好 112页 来开始 这个起运点目的地碰到存货的判断 也是非常重要 112页开始 来开始 起运点交货荧光笔结合重点 来 大标题 起运点交货荧光笔结合重点 看第二行 有什么负担 买方 讲货 要不然你又想睡觉了 买方付应单 会计科目叫进货 运费 运费就是进货费用 是属于进货加项 进货加项旁边瓜糊成本 就是我的营业成本 起运点交货归买方 买方付应费进货费用 如果一讲到这样你耳朵没有长解 没把他记起来 那就是 你要负责任 第二个目的地交货化荧光笔结合重点 第二行有谁 卖方 卖方的卖 荧光笔结合重点 卖方付应费会计科目叫进货 运费或是运费是属于营业 费用OK吗 可以 这样的学可以看一下113页 课本113页 我们就说 看我 我讲一次 讲一次课本一次 光是概念就让你run三次 你还不记起来 继续努力 开始 第1个毛利率是销货毛利除以销货进额OK吗 比例越高越好 你旁边告诉自己 不能大于1 为什么 毛利越高越好不能大于1 最好别人送你拿去卖掉 毛利率百分之百 因为你没有成本 成本率是销货成本除以销货进额OK吗 好了下面那个 你们看到第4个就是我刚补充的 起初除以销货进额 等于可受商品种额又等于销货成本加其莫存货 这句话一样 这一个一样化荧光比较重点 那其他的 你讲得出来就不用化 OK吗 可以吗 最后一个请你补充一下 1 2 4 你一定要知道 销货进额 跟销货成本三加三减 我觉得你刚刚就应该记起来 所以我们没有在荧光 那个 那个要变成common sense 就是你不能忘 你学会计 就是销货成本三加三减 你要讲得出来 好 亲爱的同学 请你用这个写上 照抄 然后等一下我再引导 这样比较省时间 写在这一页的最下面 109年的银行招考会计 有考出来这个 超重要的 就是会计人公开的陷阱 这个直接写在这 不用demo 就写在这下面就可以了 你就一起看 综合选业表 目前为止考出来比例 这样不是成本率 就毛利率 存余率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 考出来的陷阱 就是成本加价率 好了吗 好了好来开收 好开始 可以吗 如果还没好就听笔 先听 然后还没写好笔记下课 再借一下隔壁同学 所以要跟隔壁同学打好关系 如果你常常知道 记得下个礼拜要 带杯饮料给隔壁 他奖益才会借你抄 真的啊 这不就是吗 就这样子吗 来开始 因为你常跟他借奖益 你总要回馈人家一下 来开始 请问同学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我的售价是5万 题目告诉我的毛利率是35per 那换句话说 你毛利怎么算 这他乘以他等于他 这样OK吗 所以有两种 一种问你毛利率 你就把他除以他 那一种已经告诉我毛利率问你毛利 就是他除以他 OK吧 这数据OK吧 OK 那我们刚才讲不管毛利是成本率 我们都拿谁当分母 消货金额 就拿这个当分母 我拿我的营业收入就是我的消货金额当分母 这个概念可以接受吗 OK 那如果我们 通常买卖业什么是成本加价率 成本加价率的意思说 如果这里成本呢 是100 那我毛利我想要赚25per 那我就把它乘上1.25倍 当做我的售价 懂意思吗 这叫成本加价 不管我成本是100还是 所以我觉得我无论 就这么有意味地 就很重 这件事 就很重 但以新闻找到 我把你发现了 真的 这份人